谢谢 谢谢在座的观众朋友的掌声 是 我接下来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啊 我想让在座的观众朋友 最后再给我鼓一次掌 谢谢 不是 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 听大家鼓掌了 干嘛了 哭哭啼啼的怎么了 最近呢 我听到点刺耳的消息 我好像也听到点负面的声音 有人说我是江郎才进 有人说你前驴技穷 有人说我鼠目寸光 有人说你坐井观天 有人说我缺乏阳刚 还有人说你男扮女装呢 夸我呢这是 不是你说人说 这是说咱们两个的话 说咱们俩现在缺乏工匠精神 已经不好好弄相声了 你明白吗 人既然提出这个意见 那咱就努力啊 我也想用这工匠精神提高自己 这不前两天嘛 我们哥俩呀 弄了一个小型的相声创作肯谈会 对 参加会议的有老赵 这是我们单位的司机 老钱 我们单位厨师 老孙 我们单位保洁 老李 我不认识 那怎么能不认识呢 不是你让大伙听听啊 赵钱孙李这四位 厨师 司机 保洁 这能给相声出主意吗 当然了 相声来源于哪啊 来源于生活 他们都是生活当中的万千大众啊 让他们给咱们提意见有错吗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没错啊 但是老李我确实不认识 你老李肯定认识啊 我不认识 李丁啊 李丁啊 李丁给咱们出主意啊 那没错了 有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给咱出主意 那这座谈会能开起来了 完了吧 那从现在开始啊 我们这个相声座谈会正式开始 那个啥 我先说两句啊 介绍一下啊 我们单位的司机赵师傅 那我是司机啊 我就从这个交通的方面 我说一下了行不行 那太好了 那个小红啊 干嘛呀 你是不是经常违法 您这话说的 我从来不违法 那咋能不违法呢 我问你过不过马路啊 当然过马路了 咋过呀 人家怎么过 我就怎么过 完了吧 怎么了 你们这一帮人凑够一拨就走 是不是 是的 凑够一拨可以 不看红绿单 这一拨人呀 仗着人多势众 对 二三十人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我告诉你啊 你知道有时候凑够一拨就走 不看红绿单的行为 对 这一拨人怎么算吗 这还怎么界定啊 只要一个车开过来 一下撞不完 你这谁给下的定义啊 你说剩下的人就敢走啊 那确实够危险的 再说闯红灯 年轻人你们思考思考 你过这个红绿灯 你也就比别人快几十秒 是 你过不去 怎么样 你比别人早几十年呢 我听着够害怕的 是不是这意思啊 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好多人呢 还爱拿这个事做文章 哦是吗 经常攻击 哎呀你看 中国人就不按这个交通规则过马路 不遵纪手法 喜欢把这个事放大呀 一说就国外 你看那外国人多文明 是 过马路从来都看红绿灯 红灯停绿灯行 是是 我告诉你说实话 其实外国人过马路 也想凑够一波就走 那就走呗 没有那么多人 哎呀 确实 对不对 想凑一波都凑不上 你想 一个外国小镇 一个镇五十多人 哎呀 你让他凑三十多人过马路啊 哎呦 咋找呢 镇长弄喇不喊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help Mr. Johnson to go马路 哎呀 这镇长这会的单词也不多 是不是这意思 确实是这意思 我再给大伙出个题 还有素材呀 你说现在有一啥叫陆怒症啊 叫车脾气 大家都明白吧 就开着车完了 可这骂 哎呀 你回开车 你干啥呢 我创死你心情当 我踩油门 我刹车回来 这是够厉害的 这怎么了 陆怒症 不管什么情况下陆怒 咱们问问阴谋啥 好比说我开着车 有个车把我给别了 这时候咋办 礼貌性地把车窗放下 哎呀 铁子干啥呢 什么事啊 你有啥事那么着急啊 大哥 孩子高少39度8 抓紧时间上医院的 对对对 那你早说一声 按个喇叭比个手势 对 我肯定给你让行啊 没错 咋办兄弟 一会儿变了绿灯啊 你踏踏实实走你的 那你呢 我把我这车横过来 你横着干嘛呀 后边我给你堵死了呀 也不至于那样 说一会儿又有个车 又把我别住了 接着问 哎呀兄弟干啥呢 是不是孩子发高烧啊 是 没有大哥 我就想别你 哎 好 那我现在开始骂了 哎好嘛 那也不应该骂 互相理解 哎文明出行嘛 我这素材咋呀 这素材太好了 好不好 我就照您这个啊 把这交通这点事啊 编成一段好相声 行 这个名字 就给咱出俩素材 你就要写一段相声 这一穿起来 这就是一个好节目 我告诉你啊 真正好相声在我这儿 谁不知道我陈寻权 小聪明 一拍脑袋 怎么了 谁也追不上咱们这个呀 那你那意思不弄这个啊 没说不闹 这不还有人没发言呢吗 啊对 还得让那个厨师 是吧 哎 前师傅再说两句 对让他说两句啊 听听那个前师傅的素材 行 那我说两句 您听等会儿吧 这两天感冒 哦 鼻子有点不充气 哎 喝 让我说两句 哎 我就说两句 啊 你喝 你让我多说两句 我也没有那两句 您可以多说 这么办 我跟你聊聊过节的话题 您跟我聊聊过节 你喜欢过什么节 我跟大家会一样 喜欢过春节 玩的 啊 跟我不一样 啊 你喜欢过什么节 清明节 哦 那你们家人口不多吧 错 啊 怎么呢 清明节这个节太好呢 这什么好法 这个节很安静 很清静 那为什么呀 你想一想 嗯 逢年过节 谁不给谁 发短信发微信 互相问候 啊 祝福一下 唯独清明节 从来不互相问候 怕什么也问候啊 怎么问候 啊 找起这个姑娘 刚打开手机 别人给发好几条信息 一点开语音 清明节快乐 清明节快乐 那确实不是快乐的节日 无相话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